大多是常温饮用的 但是现在有业者 搭配了暑假的商机 夏季的商机 推出了冰镇基金 以及基金冰棒 在夏天不失养生 又可以吃冰消暑 不少人都觉得 非常爽口 但是中医师则提醒 体质虚寒的人 还是喝温的比较好 夏日考试季 考生庙里求好运 希望考取好学校 书念得多一点 不如考试前精神好一点 有业者看准这市场 科技精稀松平常 带着温度可有文章 冰镇基金 夏天喝不会满身汗 冰得再升级 变成基金冰棒 小朋友也爱 好吃 因为是用冰的 所以那个腥味不会太肿 喝热鸡汤超热的 对啊 我觉得这样冰凉的不错 熟温是很固充的 鸡汤的好 中国自古以来就知道 浓缩鸡汤精华的鸡汤 补人的精气神 大多常温或温补居多 喝冰鸡汤可有学问 体质是属于比较虚寒的 那常常动不动 就要拉肚子 拉脏气的 那这点我们还是 就是温的就好 但是还是要看体质 不要乱喝的 冷热体质因人而异 不过夏天闷热 除了冷饮消暑 冰激精似乎也是选择之一 谢谢陈轩百无预想 台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